你敢相信吗 19岁刘美女学生欺辱同胞 手段残忍持续5个小时 判决结果众人叫好 大家好我是温龙汪 曾经有这样一则 19岁刘美女学生残忍欺凌同胞 长达6小时的消息 在华人圈疯传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愤怒 而施暴者竟然是一位 年仅19岁的中国留学生翟云腰 而受害者刘依然呢 竟然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 据警方透露 事发当天刘依然浑身是血 衣衫蓝褶的走进警局报案 只见他头发淋乱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嘴角还挂着鲜血 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破烂不开 隐隐约约的能看到皮肤上的伤痕 刘依然气不成声的向警察控诉 称遭到同校的翟云瑶 及其跟班残忍欺凌 长达6个小时之久 据刘依然回忆 那天放学后 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家 走到校门口时 却发现翟云瑶带着几个狐朋罗友 堵在了那里 神色不善的上下打量着他 刘依然心里咯噔一下 暗焦不好 想绕道走 却被翟云瑶一把拽住 连推带嗓的拖进了旁边的一个废弃仓库里 进了仓库 翟云瑶二话不说 一巴掌就甩到了刘依然脸上 骂道 小贱人 老娘看你不爽很久了 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 说吧 一脚将刘依然踹倒在地 翟云瑶的几个跟班也围了上来 对着刘依然就是拳打脚踢 骂骂咧咧咧 而刘依然痛得蜷缩成一团 根本无力搬手 他不明白 自己平日里没得罪过翟云瑶 为何翟云瑶要如此对待自己呢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翟云瑶提议玩点刺激的 只见他抽出一把剪刀 一把揪住刘依然的长发 一剪子下去 黑亮的青丝瞬间落在了地上 翟云瑶细细的把玩着手中的绣发 笑道 哟 头发不错吗 可惜少了几根 来 你自己吃几根补回来 说完 竟把剪下的头发硬塞进刘依然的嘴里 刘依然痛苦的摇摇头 死活不肯张嘴 一旁的跟班健壮 动作粗暴的掰开他的嘴 把头发连同泥土 一股脑袋塞进去还嬉笑着给他服务 蹲下那几缕戴着泥沙的发丝 刘依然感到作呕不止 却被身上几个施暴者死死压住 根本吐不出来 更令人发指的还在后面 只听呲的一声 有人点燃了一根烟 烟头在刘依然裸露的皮肤上来回烫着 瞬间烫出一片水泡 疼得他惨叫连连呀 而施暴者们见状却是哈哈大笑 你一言我一语的叫嚣着 叫呀 你叫呀 看谁能听见 这种非人的折磨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直到夜幕降临 施暴者们才尽兴而去 临走时 翟云瑶掏出手机 得意洋洋的拍下刘依然奄奄一息的惨照 冷笑着警告他 你要是敢去报警 我就把视频传到网上 让大家好好看看你这副剑样 昏迷了几个小时后 刘依然挣扎着爬起来 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 一步步的挪到了警局 向警方报案 翻看监控后 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将翟云瑶等人抓捕归案 然而让警方震惊的是 面对铁证如山 翟云瑶非但不知悔改 还振振有词 一副家事嚣张的样子 最终经过调查 翟云瑶竟然是恶计斑斑 曾经多次参与校园欺凌 只是受害者们全都不敢声张罢了 而受害者刘依然 出身普通的工薪家庭 能来美国留学全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 施暴者翟云瑶则是典型的富二代 惯于耍横行霸 从小娇生惯养 国内几乎所有学校都对他避之不及 父母没办法便将他送到了美国一所私利的学校 经认他为非作歹 面对舆论压力 翟云瑶公认不讳 但言语间却全无愧疚 最终翟云瑶被美国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13年 得知这一消息后 众人纷纷拍手叫 然而翟云瑶的父亲 却在这时直接飞到美国要花钱捞人 那么翟云瑶真的会被他的父亲花钱捞出来吗 事情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朋友们 由于时间的关系 文楼下一期再和大家接着聊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下集精彩内容